老鼠琴 二十年前,在大学的校园内,一批参加大学连招的考生正在考场外各处树荫下,做最后的考前复习 唉,还有好多内容都还没有记住 这下糟糕了,下一场的国文考试我一定会考不好的 是啊,我国文程度也不好 好,阿泰,国文是你最拿手的,你应该没问题吧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国文可是我最拿手的科目了 就是嘛,你不是打算报考中文系吗 是啊,我的理想就是考入中文系,毕业后成为一位教国文的老师 就是嘛,未来的国文老师哪有国文考不好的道理啊 咦,老鼠的叫声,树上怎么会有老鼠的叫声呢 是啊,什么也没有啊 然而,头顶老鼠的叫声一直不断 阿泰开始并不理会,还是继续复习 可是就当他要离开树药参加考试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阿泰,快要考试了,我们赶快进考场吧 好的,你稍等一下,我把书收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阿泰,小心 阿泰,你没事吧 哎呀,你的脸受伤了 刚才真是好险啊 你要是没后退那两步,可就会被砸中脑袋 那时候可就危险了 没事,只是有点擦伤 好了,马上就要考试了 我们赶快去考场吧 嗯 进入考场后 不久,阿泰就开始脸色发白,冷汗直冒 真糟糕 怎么会偏偏在这个时候肚子痛啊 哎呀,真痛啊 然而,当国文考试结束的那一刻 阿泰的肚子痛竟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真是奇怪 刚才肚子痛得那么厉害 一下子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阿泰,你怎么写得这么慢啊 这次国文的题好简单啊 你一定考得很好吧 我想这次国文考试我考杂了 杂了,这怎么可能啊 这次的国文题目是很简单的 是啊,你平时国文的成绩就那么好 这次怎么会考杂呢 哎,阿泰他不会真的没有考好吧 当阿泰收到考试成绩通知单时 他急急忙忙拆开查看自己的国文成绩 不出他所料 这次国文竟然不及格 阿泰,成绩单出来了 考得怎么样啊 啊,阿泰,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从小国文成绩就没考过这么差 这次这么重要的考试 你国文成绩竟然不及格 是啊,这次国文分数这么低 我肯定上不了中文系了 好了,别上新了 你还可以上别的大学吗 我这个成绩也只能上第三志愿的大学了 就这样 因为国文考试试场的阿泰 最终上了第三志愿的北部某私立大学 从此他就在那里念书 谋职,结婚,生子,定居 阿泰,我们可是好多年没有见面了 你在这里生活得怎么样 唉,在这里我生活得很辛苦的 现在的工作实在太竞争的 要抢客户,巴结客户 杀家被杀到见谷 唉,现在想来如果那次考试 我国文成绩不是考得那么糟糕的话 现在我应该成为一名国文老师 那才是我理想中的职业 是啊,阿泰 我也感觉很奇怪 你的国文成绩一直都很好 那次怎么会考得那么差呢 阿泰这时便将自己那天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啊,对呀 那天的确发生了太多奇怪的事情 考试前,我们听到树上有老鼠叫 之后一节树枝掉下来 差点砸中你 但是也清楚地听到了老鼠的叫声 阿泰啊,这种种迹象 显示你那次国文考失败 跟老鼠有着密切的关系 难道以前你有跟老鼠结下过什么深仇大恨吗 跟老鼠结下过深仇大恨 是啊,阿泰 我这些年一直学佛 见过了很多因果报应的事例 阿泰,你仔细想想 你曾经伤害过老鼠吗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情 阿泰,莫非你真的伤害过老鼠 是啊 那是当年大学联考前十个月左右的一天 那是一个天气凉爽的下午 我在我家后院背书时 忽然看到由院子砖块墙角的洞中 钻出了两只老鼠 这两只老鼠还真是怪呢 它们这是在做什么 哎呀,不要过来 然而那只小老鼠跑了没多远就停下了 它似乎想起了什么事 又叽叽叫着往回跑 它跑到了那只大老鼠的身边 哎呀,你这只该死的小老鼠竟然还想咬我 天哪,这只小老鼠难道疯了不成 你去死吧 怎么,它还没有死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过了一会儿,它又爬了起来转向我 眼中充满了恨意 再一次冲了过来 好呀,居然踢不死 好,我这次就要了你的命 这下你活不了了吧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 这只小老鼠竟然又挣扎着爬了起来 当时我吓坏了 它伤得已经那么严重了 怎么还能活下去 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它一次次爬起来呢 那只小老鼠竟然自尽了 它竟然自尽了 这件事真是奇怪呀 人人都说胆小如鼠 可这只小老鼠哪里来的胆量 竟然向人类发起挑战 当时我也是想不明白 所以便走过去查看 我发现那只大老鼠的双眼 已经瞎掉了 原来它是看不到路 才咬着那只小老鼠的尾巴 跟着它走 没想到却被我打死了 原来是这样啊 这只孝顺的小老鼠 见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被踢死了 一方面它伤心自责 没有领好路 另一方面又恨你这个凶手 而自己又不能报仇 所以只能带着一心的怨恨自尽了 阿太 也正因为你当时的残酷杀生 从而导致你国文考试失利 改变了你的命运啊 是啊 真是没有想到 当时我一时起了恶念 杀死了那两只老鼠 竟然会因此改变命运呢 是啊 从那天开始 这两只老鼠的怨念 就一直跟着你 我想你现在生活得极其不顺 跟这两只老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是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看你应该真心诚意地 向这两只老鼠表达忏悔之意 并诵经超度他们才是 阿太听了同学的话后 当下就真心诚意地 向这两只老鼠表达忏悔之意 哎呀 老鼠的叫声 这声音怎么又出现了 阿太 你继续忏悔 我想那两只老鼠 已经开始原谅你了 老鼠啊老鼠 我对不起你们 由于我那时年少无知 不信因果 而杀害了你们 恳求你们原谅我 我誓愿将今生所造作的一切功德 全部回向给你们 让你们往生净土 脱离轮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